大家好我是旭哥WALK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魔力寶貝歸來 那旭哥今天來做一下這個手遊最新的攻略 還有最新的禮包碼 那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手遊攻略 頻道禮包碼、禮品碼、對話名 遊戲的虛寶、序號、攻略以及初體驗 有碼無碼旭哥都會分享給大家 那要怎麼對話呢 首先你必須要點這個左上角一個福利大廳 福利大廳點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福利大廳這邊往下滑 左邊這邊往下滑有個啟動 最下面左下方有個啟動 這邊就可以輸入了 那之前其實有分享過啦 頻道一直都有分享最新的禮包嘛 都是獨家最新啦 再講一次喔 點這個左上角這個福利大廳 既然你每日線到這個往下滑到最下面有個啟動 這邊就可以輸入了 那這次會有十幾組非常多組 就是開不到現在全部的禮包嘛 虛哥都會分享給大家 然後第一組VIP666 VIP666 這可以拿到時間水晶 然後寶石很多東西 還有就是封印卡 什麼魔幣什麼的 史萊姆卡 第二個 VIP777 VIP777 這可以拿到黃蜂卡 還有魔力仙遣隊的揮跡 第三個 VIP888 VIP888 這可以拿到封印卡選擇包 還有這個魔幣1000 接下來我們再輸入下一組SG666 這個大小寫沒差 大小寫沒差 SG666 這可以拿到寵物口糧 還有這個同封印卡 還有魔幣 我們輸入下一組 SG888 SG啦 前面打錯了 SG888 這可以拿到寶石隨機包 然後藥草還有魔幣 我們輸入下一組 LM 然後 666 LM666 序哥是重開一個帳號 示範給大家看 就每個都領給大家看 就確定可以領這樣 LM666 這個領下去 這個有寵物口糧 同封印卡 還有魔幣1000個 再輸入下一組LM888 大小寫沒差 大小寫都可以LM888 這個可以拿到寶石隨機包 然後神奇的藥草 還有魔幣 再來輸入下一組 SA JZ 然後 666 其實序哥之前就有分享過了 那這次是把它整個總整理 最完全的分享給大家 SAJZ666 這可以拿到寵物口糧 同封印卡 還有魔幣 然後再來是 SAJZ 然後 888 SAJZ888 這可以拿到寶石隨機包 神奇的藥草 還有魔幣 再輸入下一個 YX 然後 666 YX 666 這可以拿到寵物口糧 同封印卡 然後魔幣 再輸入下一個 YX 888 YX 888 就可以拿到寶石隨機包 神奇的藥草 還有魔幣 這個就是開服 你到現在所有的禮包碼 都有分享給大家 好 那就是 就來玩了 那之前序哥的頻道 也有一集就是在做這個遊戲 就是最強職業的攻略 還有一些禮包碼的分享 都有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在頻道看到 然後這個名字都隨便取 我只是想要就是 分享一下 就隨便取 就隨便取 有一集就是做這個遊戲 最強職業推薦 這個 魔力寶貝歸來 在頻道可以搜尋得到 那就隨便用一用 對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頂到的東西好了 去背包看一下 我們的東西有這麼多啊 你看一下 所以你全部領完的話 可以領到這麼多東西 就是時間水晶啊 什麼狂風卡這些 很多東西都可以領 然後這個魔力先前隊 這個揮記 這個也可以 就是開啟這樣 隨便選擇 史萊姆 好這個要之後再用 好這個要之後再用 好沒關係我們 我這重開個帳號 然後來分享給大家 這個所以目前就是所有的禮巴馬 所有的福利 序哥開局都全部分享給大家 所有的福利 所有的福利 開不到現在所有的 就幫大家總整理這樣 蠻多的 這台頻道可以挖到很多寶 就是大家可以去慢慢找 就是有禮巴馬專區 然後有很多工業專區 都可以找到很多好東西 這個好復古的感覺 魔力寶貝以前也是大家 蠻愛玩的一個遊戲 以前在電腦的時候 用一下 小蝙蝠 小蝙蝠 這個史萊姆 把他開一開啊 我們開一下寶箱 這寶箱是隨機的 把他用一用吧 就把這些東西其實你拿到都可以把他開箱這樣用用 蠻多好東西的 那你就是開埔只要輸入這些禮巴馬就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蠻輕鬆的 看哪一隻比較強 用史萊姆好了 還是黃蜂比較強 好像差不多齁 蛤算了 加點一下 所以今天工業錄到這邊啊 最主要就是分享一下這個最新的所有的福利啊 所以就開了一個新帳號來分享 到現在所有都還可以使用 則記得訂閱序哥 渦卡頻道 看序哥手遊攻略 頻道有所有最新的攻略 我們下次見了 對 朋友們的評價 sûrement 我們來看 我們會在這個街上